花林仙修林湘景美村家湾木工班成立了三年多 而木工技艺可以说是日趋的成熟 协会并且透过了林务局申请计划 朝向文创商品来规划 除了是居家环境产品 并结合学校和社区 让木工的产品能够更生活化 由花林仙修乡部落教育协会执行的家湾木工班 生活可以说是相当优异 而这次并且向林务局申请计划来改造木工班转型的目的 并且朝向生活创意产业为目标 让木工产业更加生活化 因为我们有在承接我们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的计划 那其实我们就有在配合一些木工的办理 那在我们做一些创意木工办理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就是采用各种的木材 然后第一个我们才刚开始都是用木棧板 然后之后借由林务局就是还有星辰工作站的说明 说其实我们在林务局部分有所谓的舒华木漂流木 可以去应用做在我们林务业计划的向下之一 那我们从就是说从去年我们就开始去林务局去标了一些 我们台湾山还有去捡了一些漂流木 当然还有我们之前一直在配合的其他站内的像 其他连结单位像亚洲水泥或是说 其他有心的人士都会赞助我们一些木棧板 我们也都拿来做创意利用 那我们在做这些木材去做创意发展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多方面的应用 譬如说我们用在我们居家环境的改善 老人的桌椅可以用餐的桌椅 然后或是说他们可以摆他们自己 比较重要的物品的桌椅这样 再来的话其实我们去做一些创意发展 然后去用了一些台湾山 然后还有一些木头这样子把它去做结合 然后让它能用在一些未来的经济产面 应用领域计划的领域计划的一些向下 我们去开发出了一些生活食用品 或是说家里可以用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装饰品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发展因为才刚开始 不过现在已经在走慢慢趋向成熟的阶段 那希望我们未来也是开发很多的产品或是商品 不管在健康处境这区块或是说学校的DIV部分 我们都希望能研发一些东西是可以 供学校或是供社区的关怀据点 文化健康站去应用这些木头 让他们在木头跟文化的结合的时候 他们会更容易去达到他们健康处境的效益 华人县讯用箱部落教育协会总干事郑学员表示 木工班一开始所使用的材料 则是由亚洲水泥公司提供的木杖板 大家可以说是发挥巧思做出生活用品 而这次重新再出发以客制化的方式来规划 未来将会巡回各个社区来展现成果 让家文木工班的记忆能够发光发亮 记得喜欢你喜欢我的老